大家好,我是韩风 这期的视频是软件分享方面的视频 事先声明 今天的视频所推荐的软件 均没有得到任何厂家的支持 像我这种小创作者也不可能有 年终尾末 很多公司啊 学校都会搞一些年会 有一些财达七处的组织 那不用说 拿钱办事 一切OK 有一些小一点的组织呢 可能想搞一点互动的游戏 但是软件的钱可能就没签出 那怎么办 本的穷人呼助的原则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年会或者会议所能用到的六款应用 我说的这个应用定义会很广 我的这个推荐可以说是 不用后悔系列 其实年会内容上无非就是表演节目 互动游戏 抽奖或者颁奖 基本上也就这几个套路 今天我推荐的应用 非常能应对这几个场景 下面我们就开始 拍现场 它可以通过大屏幕 同步展示观众的互动消息 借助微信平台实现文字图片 投票 抽奖 签到等等的这种功能 这个产品呢 我是在它开始做的时候就用了 基本上是完全免费的 现在多大了 各种收费也都有了 不过免费的东西 还是够大家使用的 它可以用微信小程序参与 也可以帮定微信公众号 而且这个比较出众的一点呢 大屏幕上的所有元素 你都可以进行修改 像logo 底栏 背景等等 今天我简单介绍一下 它免费的互动玩法 方便大家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互动上基本上就可以了 剩下有兴趣的可以自行体验一下 毕竟它有自己的入门演示 还是比较简单的 这款应用 其实是体育解说方面的软件 这款音频播放工具 主要服务于一些体育现场 或者是主持的现场 帮助大家进行控音 它具备现场音乐播放工具的绝大部分的功能 像什么单曲播放啊 多曲同时播放啊 代入单出啊 自动停止啊 等等一些 想放哪一个 点哪一个就可以 非常实用的一款软件 比大多数的音乐播放软件的玩法更多 破解版也很好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后来它们也越来越大 这里面你可以找到设计相关的所有内容 包括背景画面 各种元素 视频素材等等 很多东西足够解决你的年会需求 当然 你还是需要一些视频制作方面的支持和能力 这里说一下 其实小白想入门视频制作的话 比较简单 最核心一点就是 模板为王 年会现场 如果玩游戏没有全屏倒计时怎么行 这款倒计时小巧 可以全屏 简单的设置就可以运行 我演示一下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碰到一些不负责任的小搭建方 只给你搭建完LED 提供给一台并不太好的电脑就完事了 然后也没有相应的软件 切屏的效果和效率非常差 当然 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 钱还没给够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推荐三款APP Windows和Mac都有 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WinMix它是Windows平台的 非常专业的视频混合软件 可以做什么虚拟演播室 大型演唱会的导播软件等等 有很多大的公司都用这个软件 当然 我们不需要那么复杂的内容 我也就不多做介绍了 只介绍一下 它的这个切换大屏幕内容的功能 演示一下 大家好 我是韩风 我推出的是Code应该这么玩的系列视频 如果你对视频感兴趣 请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万分感谢 大家好 我是韩风 很抱歉 这期视频拖了这么久才与大家见面 主要是因为我想给大家做一点小福利 让喜欢Code的人更容易的操作 这期首先我回答一个问题 前几天有小伙伴在我的频道留言 然后说我分享的直播员在他那个地方特别卡 而且慢 还有一些可能失效 这样的话 在会议或者聚会当中 很多操作就不会显示在众人面前了 PVP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切片软件 用在非常多的场景上面 同样可以进行切换屏幕的内容 使用方法还比较简单 这个只有Mac版本有 演示一下 大家好 我是韩风 今天我不做Code的分享 做什么呢 前两天 大家好 我是韩风 我推出的是Code应该这么玩的系列视频 如果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万分感谢 今天将是我Code应该这么玩系列视频 大家好 我是韩风 今天啊 大家好 我是韩风 我推出的是Code应该这么玩的系列视频 它的这个切屏功能跟VMix差不多 这个我稍微说一下 这个是最近嗨现场新出的一个客户端 我感觉他们要攻占这个聚会的这个场景 因为这个客户端主要的一个新功能 就是可以透屏 像上面两个大屏幕内容切换的功能一样 切换视频和图片 虽然目前它的这个切换效果还很生硬 但这个方向是很好的 我个人觉得这个公司绝对日后会成为 中小型会议 甚至大型会议 序会等等场景的行业老大 非常期待他们这个产品的更新混蛋 MacOS版本和Windows版本都有 其他方面的操作 自己试一试也就能会的 因为这期只是一个应用推荐的系列 所以就不做相关应用设置的分享了 如果你对哪个应用感兴趣的话 可以自行搜索玩法 这些在网络上都有使用教程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还请多多的点赞分享 关注投币 你的支持 是我更新视频最大的动力 如果有什么想跟我说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会第一时间进行回复 感谢支持 最后一句话 祝大家年会众大奖 我是安峰 下期见 拜拜